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时候我们在一起 大概将近有三四年的时间 几乎都是在图书馆 或图书馆旁边 好难想象 可是我们确实也是这样做演出 三四年 所有的约会的前提 就是先交换期刊 一生期刊 真的是在看实验 做实验的 真的没有在谈情说爱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 我家的方程式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谈 叫做告别童年 我觉得每一个大人 可能都有这样子的一段 一夜长大的时候 来 欢迎这三位来宾 首先来欢迎的是 我们的徐荣源徐务院长 主持人好 大爱观众大家好 欢迎庄凯勋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蔡灿德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告别童年 两位想得起 大概是几岁的时候 告别童年吗 就大爱是前天吧 前天 他怎么 今天才告别呢 童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早期里面永远是有一个 同心存在 他就永远都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真好 凯轩呢 你不要说现在你还是个孩子 他是 我其实蛮早的 因为我是 对就是爸爸妈妈都忙了嘛 然后我们就大概国小 国中就得自己挂着钥匙上砂课 然后吃外食 所以其实很早就意识到这件事 还好的是说哥哥姐姐年纪都算近 对都差一岁差一岁 所以就是三个钥匙儿童一字排开了出门上去 一起回家 开钥匙 那这样子不算 这样子还算有兄弟姐妹的伴 只是说可能爸爸妈妈忙于工作 就得都得互相独立 但是他很早就出社会吧 跟你的那个成长比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戏剧当中 其实我们自己是观众 我觉得徐富岳应该是在 独木往生的这个时候 对你来讲 那种应该要 好像大汉孙 要打什么这些人的开戏 是不是 其实我 等于国中之前是在家里 我国中毕业就是一个人到 新竹青年高中 那时候就 第一个觉得我的责任就很大 就是因为我爸爸是 也是属于长子 我是属于长孙 然后我家弟弟妹妹又很多 所以我等于出去就是带有很大的一个决心和使命 就要把就是书 整个家族的可能就会由我来开始 就是一定要以身作则 所以那时候在高中三年 也是很努力 在乡下的孩子都是资质 跟都市比他资源没这么多 所以一开始都会 功课都会有点落差 可是当我们经过三年的努力 我们就很拉得很近 所以我们也有对大学那些都很有希望 所以即使是在后来在大学当中 我也考到公立大学 也有景观学校 然后也选择了国防医学院 那国防医学院是学医更能帮助人家 就等于整个乡下家族里面也是存有一个 不但是你家里的希望 是一个村庄里面的希望 那这可以帮助很多人 所以那时候我自己觉得 一辈子当中觉得有很多的一个责任感 整个家后来 大家都是在那样子的一个事件过程当中 其实孩子都各自的就会有一些打算 好比说你自己都会觉得说我是长子 我应该要很有责任 我想您自己的弟弟们 甚至是妹妹们 自己也好想自己可以长大 自担一些些吧 你这个大哥又怎么样 跟他们谈到这个事情 其实像我是老大 我自己一个人去新服念书 那老二 我二弟他就是 我也鼓励他到新竹去念 那时候新竹是草竹苗省中 那他第一年考得不好 我甚至请我的同学考到交大了 就把他带到新竹去家教 让他考上 那可是老三我就没办法帮忙很多 所以我感到我这一辈子就比较遗憾的 就说他只有国中毕业 可是他手很巧 那时候他就到嘉义 是去做一个工作 我赚一些钱 那我们家里里面房子有一些漏水 他就把钱全部拿回来 就是盖一些比较 盖房子 其实我后来觉得我们家里是 我们家里有像我博士 也有大学毕业 也有高中毕业 也有小学 也有初中毕业 我们家其实最容易代表台湾一个 所有教育 很好的一个家庭 那其实我觉得因为最主要我也 我看他们像他们能够在农 我们家有农田嘛 他们有很好的体力 我就没有 譬如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他被蚊子咬到不会怎么样 然后被蚊子咬到会中了一个包包 我就没有他这样子 所以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很分工 做任何事情 大家只要出动 有些动脑的 有些动手的 我觉得都很快乐 愿意接受自己可能命运上面的安排 或者是 但是可是又会在自己的路 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 对不对 这个其实让我觉得蛮感动的 相对他们我想就是像我们剧本在演 就是几个弟弟也很快乐 对 然后一开始我们剧情的书写的时候 我会很急就觉得 为什么你们不跟我一样 念书 为什么你们 你们不知道万般这下评语 我有读书才能翻身什么的 然后反而是那个书员就跟我讲说 你怎么知道他这么做不快乐 你怎么知道每个人想要去的地方 都会跟你一样呢 不一定啊 他可以在他的领域里面 找到他的成就感跟快乐 还不错 这跟我自己真正的想法 就是完全一样 对啊 我觉得每个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会有他自己的责任 但那个责任就是 只要你听着自己的声音 你最想要做的什么事情 那就是你的责任 你不一定要跟别人一样 真的 我有我爱讲连 第五第的讲连 对不对 我每个人都是 自己知道自己的本分是做什么 其实那也就已经是 很棒的一个人生 好 看来到目前为止呢 都还算顺顺的 当然祖母的离开 但是接下来的话 我们的阿远就遇到人生 可能一个蛮大的挫折了 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的书员很难追 有啊 对啊 不要问本尊 分身已经觉得很难追了 来 本尊您自己人为 我们的姜老师很难追吗 我觉得对一个 一开始就不想结婚的人 这是在 不可能的 就是 不过就是说 因为我们平常 以前的环境里面都很淳朴嘛 我们认为 就男女之间只要牵手就是要结婚嘛 所以还好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努力 就是在知识的追求方面 尤其是医学或者是基础医学的追求方面 那那时候我们在一起 大概将近有三四年的时间 几乎都是在图书馆或图书馆旁边 好难想象 可是我们确实也是这样做演出 三四年 所有的约会的前提就是先交换期刊 医生期刊 是真的是在那个 看看实验 做实验的 真的没有在谈情说爱 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到 其实男生跟女生之间 如果是因为共同一个兴趣的目标 其实这样子的感情 是不是会其实是很扎实的 当然 特别是如果像这个女生 她平常就不太交什么朋友的人 她一生就是一心只想求学嘛 求知识 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 可以让她的知识可以有所增长 然后她又陪在旁边 没什么啰嗦 又不勉强我 又不逼我 多好 对 除了跟花花草草昆虫交朋友以外 还可以多一个人的设计 然后骂又骂不走 所以真的是心理上的伴 真好 对啊 还不错 感恩三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谢谢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 你看她完全没有注意到 导演在设计她 她完全 导演就是有时候你知道 没有 有一句那个客家 没有 导演怎么会设计我们 她不会喊咖 因为她看到最后就享受 她就一直笑啊 她就忘记喊咖啦 这是真的 那是因为时间还很长 有一个客语的台词 我自己加的就叫 面仙 面仙 对 我就只能对她 因为其实正妹这个角色 这个母亲 她是不太去说自己的丈夫 不好的那一面 可是唯一我就是面仙 罗嗦 这两个字我忍不住 当她一直 罗嗦 这样子 只是把她 炉流水这样子 哇啦哇啦一直讲 完全不停的时候 你怎样 面仙 面仙